有一種冷叫做媽媽覺得你冷 而有一種痛是金門民眾的痛 而中央政府不知道的痛 所以不要坐在台北的辦公室裡面 來處理相關小三通的事物 而應該傾聽民意 聽聽我們真正金門馬祖民眾的心聲 我們在這個地方我們前一陣子也看到 有很多包含所謂的新移民都提到了這一個部分 他們希望回娘家有一條便捷的路 現在從金門要往中國大陸 或者從中國大陸要回到金門 相關的費用是非常的驚人 不管是機票船票 甚或是相關檢疫的費用 非常的貴 所以如何為我們的新移民 為我們的百姓打造一條 簡潔有利 而且便宜的路 這樣子一個回娘家的路 是我們政府應該做的 所以我們再次的呼籲 就像我們今天的主題 回歸正常的生活 金門人都在等 請中央政府 盡速恢復小山通 民調數據展現出來 金門的鄉親對於開放小山通 這個議題 是相當的重視 因為我們可以從數據裡面 可以看到 有高達71.3%的鄉親 是希望能夠盡速開放小山通 那這樣的小山通開放呢 基本上呢 對於兩岸 長期以來 來過往 金門的鄉親 需要透過這樣一條 簡潔有利的道路 來實現他們的基本生活條件 那 從這個數據也可以看得到 不贊成的有18.6% 所以很明顯的 贊成的 遠遠高過於 不贊成的 所以就像我們剛剛德國委員有提到 中央應該盡速的 來重視這樣的一個議題 趕快開放小山通 讓過去網岸兩岸的金門軍民 能夠重新取回他們便捷的道路 那在第二個議題當中呢 我們可以看得到 日前有新聞媒體報導 目前不開放小山通是因為政黨人士認為選前開放小山通 會影響 縣長的選情 獨厚特定的人選 請問您同不同意這種說法 那從民調上面呢 我們也可以看到 不同意的高達53.1% 所以對於金門鄉親來講呢 開不開放 其實這個不應該是一個政治的議題 應該要回歸到一個民生的議題 現在疫情已經慢慢解除了 我們的疫情管制公司各種的解除了 那麼我們台灣島內的很多這些疫情的管制 交通上限制也都 也都慢慢慢慢在解除 那唯獨這個 小山通 好像 金門人是不是 平常聲音不夠大 這個政府把這個金門人重要的心聲 根本就沒有加以重視 民調公司 把這個具體的數字 也跟各位來展現 那麼70%以上 的這個金門鄉親 都希望 能夠 這個趕快恢復 驚嚇的小山通 前提是我們台灣本島的觀光都開放 那為什麼金門老師都要放在後面 我覺得這個政府 應該要 把金門人一個公道 那麼在做任何的這種政策的考量的時候 不要老是把金門人的權益 金門人的 這些 應該 享有的基本權益 作為中華民國 國民的一個想要權益 老是放在後面 好